上帝是永恒的生命 永恒的生命对于被造的人来说 琢磨重要 但是我们时常的听这话语的时候呢 听的时候觉得高兴 缺乏持守这话语幸福感的这个能力 是不是 让他怎么就缺乏了呢 因为我们没有经历体验原来律法的这种约束 体验经历律法约束的人 他们是不是对这个上帝的话语 特别的这样的呵护保守啊 所以当这个作为法利赛人的这个保罗 听到有人说的对律法不尊敬的时候 就开始请了文书 要到这个大马师哥去抓这些人去 给他们抓起来 一个一个都搁在街里头去 是不是 因为经历了这个律法训练的人呢 他们对这个话语 对来自上帝的命令 是那么有实感 所以对于我们没有经历上帝话语 但是信了耶稣的人 就是一种这个小孩子 得到了一个很大的礼物的那种幸福感 会有 得到了礼物这个幸福感呢 过一段时间呢 这个幸福感好像就减弱了 因为得到再大的礼物 他也只能高兴几天 哪能让他高兴一辈子呀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真实的体验 整体圣经当中 上帝他怎么就是永恒的生命呢 彼得体验到了 所以当他跟着耶稣 一起成为门徒的时候 人家都走了 都走了 耶稣问门徒 你们也要离开吗 彼得说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跟从谁呢 所以上帝从永永远远之前 就要把儿子拆来 让他把道 上帝在上帝怀里的时候 所传讲的这永生的生命之道 显明给被造界 那显明给被造界的这道 是给谁听的 给灵听的 人在这个杀动物吃的时候 会不会心疼他 不会的 不会的 为什么 他没有灵 他没有灵 他就是用来宰杀 成为食物的 因为圣经里头 当挪亚方舟以后 上帝给了人动物做食物 对吧 上帝口里所出来的命令 都是有实感的 不要跨越圣经来拥有自己的信仰 如果在圣经以外拥有信仰的话 那这种信仰就真正的成为了宗教 所以当我们在圣经里面去看 我们的信仰的时候 上帝所给人预备的 都是为了让人能够接受道 让人用把这个心灵敞开 接受从道 给我们的属灵的话语 把心灵敞开才能接受这道 所以我们已经尽力了 已经领受圣灵了 就不要在自己的这个理性里面 去迎接这话语 在理性里面迎接的时候 会有哲学性的灵感 也会有 但是这个哲学性的灵感 它不是生命 不能够让我们成为生命的 去遵行去顺做 所以我们要知道 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拥有 属灵的灵感 属天的灵感 把这道 永恒生命道 接到自己的灵魂里面 就要从圣经当中 去仔细的查考 我们看西伯来书的 九章一到十节 西伯来书 九章一到十节 新约二百四十九页 侍奉上帝的开始 首先上帝把亚伯拉罕 从加勒底的乌尔带出来 带出来以后呢 区分了神 是吧 区分了神 那信真神的和信假神的区别 在带领亚伯拉罕的这个过程当中 让我们整个从圣经里面看到了 那从侍奉神 侍奉上帝的立场 是上帝给摩西律法 那给摩西律法 也告诉摩西 你要按我在山上 指示你的样式去做 去做 不仅仅是按着那个 这个形 这个形象去做 灰幕 不仅仅是按着形象去做灰幕 用蓝色紫色 珠红色线去做这个灰幕 要做多少个箫子 多少个笋 多少个槽 什么灵当石榴 这么中间穿插着 不仅仅是这种物质的 而关键在于 你们要在这样的地方 怎么样用心灵而诚实 侍奉我 在约翰福音的四章二十四节里头 告诉我们 上帝是灵 上帝既然是灵 我们就不仅仅是 用我们的理性去侍奉 一定把心转向给他 所以读这个 希伯来书九章的时候 我们似乎看到了 在这个立位纪里头 上帝怎么样指示摩西 你该怎么侍奉我 那我们今天在新约教会里面 这样的圣徒们 尽礼了领受圣灵的圣徒们 我们该怎么样的 侍奉这位独一的上帝呢 首先要想到他是灵 那我要接受的话语是灵 我要得到的喂养供给是灵 灵是要敞开心 接到里面去接受的 接受了以后 你的幸福就油然的 不由自主的从里面 就生化出来了这种幸福 这种喜乐 这种平安 这种同在 能力 是从我吃了这道 洛格斯 不是这地上的声音 而是从腹怀里 道成肉身来的 那上帝愿意通过这样的道 把它自己显明 那我们刚才说了 读一下 希伯来书九章一到十节 这里面告诉我们就是 以色列百姓他们怎么侍奉了 我们也看一看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怎么样要成就 预备一般 原来 前约有李爱的条例 和属世界的圣物 因为有郁妹的账目 头一层叫做圣所 里面有灯台 桌子和陈设柄 第二曼子后 又有一层账目 叫做圣祖所 有金香炉 有包金的约会 位里有马拿的金冠 和亚伦发过牙的账目 并两太约翰 位置上面 有荣耀基督国的 影照着诗恩座 这几件 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 这些物件既如此愈备齐了 众祭司就尝尽头一层账目 行拜上帝的礼 至于第二层账目 没有大祭司 一年一次独自进去 没有不带着血 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 圣灵用词指明 头一层账目扔存的时候 进入至圣所的路 还未显明 那头一层账目 做现金的一个表象 所见的礼物和祭物 就着良心说 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 这些事连纳饮食和猪班洗浊的规矩 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 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 这里头给了我们这样清楚明白的 就如同把旧约 这个上帝使用他选民的侍奉 浓缩的一幅画一样的写在了这十节经文里面 对不对 那从后边十节开始讲 这些事连那些饮食和洗浊的规矩 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 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 命定到耶稣基督来了为止 对吧 到耶稣基督来了为止 在这之前呢 那头一层账目 做现金的一个表样 所献上的礼物和祭物 就着良心说 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 为什么 上帝是灵 他要接受属灵的礼拜 对吧 那在旧约时期 用肉体的所有所有这样的条例 所侍奉的是属灵的 上帝是灵嘛 但是上帝要接受的是什么样的礼拜 属灵的礼拜 用心灵和诚实 在真理和圣灵里面 所以我们要听谁 听耶稣口里出来的真理 听耶稣口里出来的真理 这就是讲新约 要听什么 听耶稣口里出来的真理 在听耶稣口里出来的真理的基础 基础的时候 要怎么样 回过去看旧约 如果不去回过去看旧约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为什么要这样的敬畏上帝 为什么要这样的顺从上帝 总是觉得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一个孩子得了非常贵重的礼物 他特别想要得的 得到了 那他是不是很高兴 高兴多久 没有持久力 没有持久力 所以我们从旧约当中去认识的时候 旧约里面所显明的那些内容 才是我们能够蒙恩的动力和信心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 在九章的前面 一节说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母 在圣母里面的时候 在圣母里面的时候 我们看见了 这个圣 在圣母里面的人怎么样的 侍奉了上帝 二节说 因为有预备的账目 头一层叫做圣所 里面有灯台 桌子和陈设品 第二帽子后 又有一层账目叫至圣所 至圣所 我们读旧约的时候 能随便进去吗 不能随便进去 为什么呢 里面就是说 不能随便进去 有金香炉 有包金的约柜 柜里有成马拿的金罐 那这个约柜和柜里所拥有的这些东西 是不是都是以色列百姓 跟着上帝一起走过来所拥有的这个过程 是 是 马拿怎么来的 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走旷野路的时候给他们的食物 对吧 马拿是他们的食物 那这个马拿的这个食物 指的是谁 耶稣基督的身体 我的血和肉 是可以吃可以喝的 所以今天的正道经文里头说 这话甚难 谁能理解呢 耶稣说让人活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益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谁能理解呢 理解不了 对吧 但是今天我们靠着圣灵 从整本圣经里面再去看的话 哦 那这里面每一次经历上帝的同在 这城马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眼儿的账 那当我们读到亚伦发过眼儿的账的时候 我们想到的是什么 那些人是不是抵挡上帝来的 抵挡摩西亚伦来的 抵挡摩西亚伦的同时 他们死了多少人 上万人 死了上万人 所以那这个把亚伦发过眼儿的账 显明出来了 上帝是与亚伦同在 怎么上帝就使用你们家人呢 是不是这些人 这个可拉一党的人就这样的说来的 对不对 可拉一党的在这个民宿记里面 民宿记的16章 民宿记的16章 这个他们当反对这个上帝使用的人的时候 死了多少人呢 16章里头在49节里头 除了因可拉是死的以外 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 对吧 有这么多人 所以说我们通过圣经看到了 上帝的话语是不是属灵的命令 是的 我们的信心从哪来 就是从查考圣经而来 当我们去读这些圣经 读这些内容的时候 是不是体会到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了 是的 那只是说读旧约的时候就 哎呀上帝啊 你是凶杀的神啊 看了以后这个旧约怎么觉得这么可怕呀 但是说从旧约里面看到上帝这样的 让这个一万七千人是不是 一万七千多人死了以后 一万四千七啊 让这个这么多人死了以后 那他是让人死吗 不是 不是 他是要让人生 他是要让人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上帝 约翰弗音的四章 约翰弗音的四章 七到十节 约翰弗音的四章 约翰弗音书 约翰弗音书四章 四章一到十节 约翰弗音的四章 约翰弗音书四章 七到十节 七到十节 找到后我们一起读 一拜七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 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 并且认识上帝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 因为上帝就是爱 上帝拆他独生子到世间来 使我们借着他得生 上帝爱我们的心 在此就显明了 不是我们爱上帝 乃是上帝爱我们 拆他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忌 这就是爱了 对 我们如果不是靠着圣灵 整体的去认识圣经的话 一看见那个死了一万多人 后来还有死了好多人 是不是 在亚劳拿那河场上 是不是也死了很多人 对 也遭瘟疫而死 死了那么多 所以上帝是要怎么样 把他自己显明呢 通过道显明他对人的爱 要从整体圣经上 我们去看的话 律法显明的是上帝的爱 并不是显明上帝要灭人 只不过人你违背了上帝的命令的时候 你得到的结果就是跟魔鬼一样的结果灭亡 所以从旧约当中我们首先看到了在创世纪里头就看到了魔鬼在做着挑拨离间的工作 那我们的信仰首先要有什么呢 要有警醒的头脑 警醒的立场 上帝给我的是恩典 上帝给我的是蒙恩 那我怎么样去认识 他的话呢 要听什么样的话呢 魔鬼时常的给你送意念 送这样的意念 让你觉得这个教会 有瑕疵 给你送那样的意念告诉你肢体不足 再给你送那样的意念 魔鬼时你就偏心眼 再给你送什么意念 这同工之间的不和睦 信徒圣徒之间的不和睦 所以要听什么样的话呢 旨在在真理的立场上 听耶稣口里出来的真理就好了 所以耶稣说真理会让你们得以自由 愿非那八章告诉我们 真理会让我们得以自由 愿非那八章 三十一到三十二节 愿非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 找到后我们一起读 预备七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教你们得以自由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教你们得以自由 上帝是灵 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侍奉他的时候 他是无所不在全能的上帝 我们就要从圣经里面看到怎么样的正确的侍奉上帝 要有属灵的顺从 对教会的爱 对耶稣基督教会身体的爱和蒙恩 有这样的心智立场 所以咱说 你真的爱某个人的话 是不是你就会想到他想的事 因为你会站在他的立场上去想事 如果你不去爱他的时候 你总是觉得你怎么不想想我需要什么 是不是总是这样 让别人来满足自己 这就是人 那我们真的有爱吗 人说实在的没有爱 连给别人爱的能力都没有 但是我们已经是不同了 我们尽力与耶稣联合了 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 拆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 把这永恒的生命拆来 所以他口里出来的话 是不是我们要洗耳恭听的 是 如果自己里面总是把自己的意 不想把它放弃 总是把自己的意拿出来 时不时就去衡量衡量 没有站在圣经立场的话 今天的正道经文里头也说 十二个门徒里头有一个 曼耶稣的 是不是 是的 所以耶稣还对他做了一个 总结性的这个结论的一句话 这人不生在世上道好 是的 那他听了什么样的声音 他不生在世上道好呢 他也可以说是第一个 起来为耶稣做见证的人 门徒们那会儿都 耶稣给逮起来以后 那些门徒们是不是都 抓紧时间逃跑啊 是 但是这个 卖耶稣的这个人 他却为耶稣做了见证 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有罪了 那最后他还是灭亡了 怎么达到这样的结果了呢 信耶稣怎么有这样的结果了呢 这是不是要让我们好好思考的事情啊 是的 刚才说了 我们的信心一定要建立在整个圣经 上帝带领的这样的流脉里面 如果不是在上帝带领的这个流脉里面 总是把自己的意拿出来 因为很容易你自己有脑子 不让你用脑子去分析去想的时候 多痛苦啊 是不是 但是我们今天要知道 我们要靠着圣灵来侍奉这位 看不见的上帝 但是又是真实的 给予永远生命的上帝 通过圣经我们也看到了 那顺从上帝律法的人们 得到了肉体的福分 对吧 那今天我们通过耶稣讲给我们的这番话 看到了 你如果愿意在真理里面的时候 不仅仅肉体会得到福分 你属灵还能得到永生 肉体是无益的 让人活得乃是灵 为什么耶稣这么说呢 你们在律法里面肉体已经得到了福分 因为上帝给律法 就是让你们通过看到肉体的福分 知道属灵的上帝是真实的存在 那看到了以后就以肉体的福分为满足吗 不要 让人活得乃是灵 肉体是无益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所以你们要注意我口里说了 说出来的话到底是什么 是给予灵魂生命之道 所以当彼得回答的时候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可以归从谁呢 这是不是还是圣灵的外部感动 让彼得回答了这样属灵的话语 是的 刚才说了 当看见这个约会里面 有成马拿着金挂和亚伦发过眼的杖 还有两块约板 那板上有荣耀基督国的影照着诗恩座 这几页我就不一一细说 这里说避罪 括号里说原文叫避罪 遮避罪 谁来遮避罪呀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保血的功劳 所以靠着他口里出来的话 我们努力努力的顺从 那努力努力的顺从顺从不了 因为我们还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所以我们就要查考旧约 看一看 看一看以色列百姓 他们当顺从上帝的时候得到了什么 没有顺从上帝的时候得到了什么 这个时候我们总是查考圣经 查考圣经我们的信心是从哪来的 圣经里面来 我们要听什么样的声音 要听什么样的话呢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所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都在圣经当中记录着 因为整本圣经讲的就是耶稣基督 也可以说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 他概括了整本圣经的属灵立场 太初有道 道与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 他是不是概括了整本圣经的属灵立场 是的 对 那从创世纪一章里头看到呢 属物质的上帝怎么样创造了 这位全能和大能者 那我们要从属灵的立场上去认识 我们该听谁的声音 该听什么样的话呢 太初有的道 洛格斯 太初有的道 开始给这样的话语权威 给这样的话语权威的时候 似乎还是看不见摸不着 那我的灵感和动力从哪来呢 在查考旧约的时候 看到顺从上帝被上帝使用的人 他们得到了什么样的福分 耶稣说这样的人去了哪儿 亚伯拉罕的怀里 是不是啊 没有去亚伯拉罕怀里的人 去哪儿了 去火炎里 对吧 那个 买了他自己肉体受命的那个财主 去了火炎里 也可以说 肉体结束的那一刻 注定了灵魂它去处在哪 那注定灵魂去处在哪的这个过程 就在于我有肉体的时候 要听什么样的话 要顺从 听什么样的话 就是要顺从什么样的话 阿们 就像说刚才讲到了这个 犹大 卖耶稣的这个犹大 是不是 他怎么就卖了耶稣了呢 他如果真的听耶稣这个道 洛格斯口里出来的话的时候 他就不会用自己的想法去卖耶稣 他卖耶稣是故意的 为什么是故意的呢 他想用他的方式方法 把耶稣卖给官 卖给官员的时候 那耶稣是不是能够行异能 他一直看着跟着耶稣 行了异能 是不是 他是不是也是很优秀的人 那那钱能 为什么没让别人管 而让他管的呢 因为他是很熟识的知识立场 都算是优秀的人 对吧 那彼得也许就能数出多少条鱼来 对 对 所以他是很熟物质的 这个知识是丰富的 所以钱能让他管的 怎么能够看他是自己的意 没在耶稣基督上帝的意里面呢 没在道里面呢 他是不是拿那个钱囊的时候 常取其中所存的 干嘛 周极穷人 自己的想法 周极穷人 耶稣命令他了吗 你把那个钱拿出来 放在哪去 周极穷人去 耶稣命令了吗 没有 所以道是耶稣口里出来的话 这有生命的是从耶稣口里出来的 真理的自由和释放 耶稣如果没说的话 他去做了谁的意 自己的意 自己的意 他注定要在自己的意里面灭亡 去年母教会风波的时候 也有这样的人 在这个教会里面有职分也供职 在这儿做了很多很多 大量的释风 完了这个风波一起来 他们这些人一捏过 喘起来 干嘛呀 给元老监督给告了 告什么呢 我们要得到我们的工资待遇 从劳务法里面 我们要得到我们的工资待遇 那从这个世上的法的时候 他能不能得着 真能得着 但是你向着上帝的这种 属灵的这个福分 这种奉献 这种献身还有没有了 天上的纪念没有 没有了 也可以说这样的人尝了天恩的滋味 那与圣灵有份吗 没有 没份 与圣灵没有关系 所以当我们真的去查考圣经的话 去查考圣经的话 看一看那些跟这个亚伦对着干的 跟这个摩西对着干的 他们是抵挡谁的 抵挡上帝 对 那跟摩西亚伦对着干就是抵挡上帝呀 那你看看圣经啊 他们跟这个说我们也要一个王 是不是跟撒门说我们也要一个王 那上帝怎么说的 上帝说我就是你们的王 那你们厌弃我做你们的王 那这样的抵挡是抵挡谁的 抵挡上帝的 所以从查考圣经里面 我们就能够看到 太初有道 这道要把它自己显明给我们的时候 唯有靠着圣灵我们能够明白 唯有靠着圣灵给圣灵权威 我们才能够顺从 如果不是给圣灵权威 我们用自己的理性 总是用听那个魔鬼骗你的话 你说你正的也不多 你还老奉献什么呀 你这一天也挺忙的 你还包什么包子呀 是不是会给你这样的意念想法啊 你昨天也对呀 你说我这大老远的 我包了包子让他们吃现成的 一接受这个想法的时候 是不是上当受骗了 是的 对 那当我们微教会做什么的时候 主啊 我愿意得到你的纪念 为了得到你的夸奖 我即使拿一杯凉水 给最小的一个小的喝 我已经得到了你的赏赐 主啊 无论是我为教会做什么 是包包子 是拿来的水果 是拿来的 都是我向着你用心力和诚实 侍奉你了 对 这就是用心力和诚实 侍奉这位活着的上帝 侍奉不是那师班吗 穿着那么漂亮整洁的衣服 不仅仅是 那不是牧师你讲道才侍奉的吗 我们的赞美 我们的祷告 我们做的一点点的事情 比如说弟兄姊妹到某个座位上坐着的时候 你给他让个路 你是不是也在侍奉他 是 来的这么晚 你给路挤上 是叫侍奉吗 对 对 我们要知道 那从世人的立场上讲 这不就是做好人吗 你不是就给我们洗脑 让我们做好人吗 如果真的认为只是做好人 跟上帝的命令没有关系 跟耶稣保血功劳没有关系 那福分跟你也没关系 对吧 所以在新约里面 我们即使是做一点点 我们都跟耶稣保血功劳有关系 有的时候说 哎呀那个 我感冒了 你给我按手祷告吧 按手祷告好了 有的时候呢 不是按手祷告好了 吃药好了 是不是都是在耶稣保血功劳里面 领受恩典了 是 因为主说 你这无知的人哪 我今夜就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给谁呢 能够让我们存留气息 活着的不就是上帝吗 所以要听什么样的声音 要听耶稣所说的真理 就是自由 我们按手祷告 并好了 这是上帝 名的功劳 耶稣名的功劳 我们吃药好了 也是耶稣名的功劳 不要去有什么定罪的想法 偷偷的琢磨 偷偷的想 哎呀 那人有能力 一按手就好了 那人没能力 祷告了也不行 还得吃药 不是这个立场 不要去这样的 武断的去论断什么事情 只要积极的 向着圣经 靠着圣灵 向着圣经去做 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靠着圣灵去做的 是什么 传福音给万民 彼此相爱 传福音给万民 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 去查考的时候 给予别人的 都是积极的 阳光的 美丽的 现在世上经常流行的一句话 叫正能量 是不是 对 靠着圣灵得来的 给予出去的 都是正能量 因为上帝是爱 刚才我们读了 约翰一书里面 那他的爱是怎么 向我们显明了 为我们的罪死 那上帝的爱就在这 向我们显明了 那耶稣说 你们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这是难 谁能听得懂呢 还难吗 为什么不难呢 他钉在十字架上 是不是流下了血 那血流干了 他的生命 是不是舍了 谁信谁接受了 信的人已经得着了 鬼骗你 你犯罪了吧 你得不着 要接受吗 不接受 不接受 就时常的承认 宝雪的功劳 承认着宝雪功劳 当着宝雪功劳 这话语在我里面 时常的成为 我指导的方向 阿们 你有永生知道 我们还跟从谁呢 这永生知道的话语 要成为我灵魂的 生命的能力和力量 阿们 不再是原来我刚刚得到这个 哎呀 我信了耶稣 我有永生 没信的人 没有永生 只是觉得自己 与那个不信的区分开了 觉得挺美 是不是 一开始有这种 魂的这种幸福感 但是魂的幸福感呢 似乎是 遇见一些事的时候 你说那人他们家 不愁吃 不愁喝 不缺穿 后来他也信了耶稣 跟我一样了 自己这优越感 是不是就没了 没得比了 但是上帝并没有让我们去从魂上面预约我们的信仰 而是让我们听什么声音 听话语 要给话语权威 耶稣口里出来的道 耶稣所说的话 要这样的给予话语权威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信仰就不在于说 我比那个不信的有优越感 而是我开始有了动力 什么样的动力 还没有信的人开始怜悯他们 真的给圣灵权威去做工的时候 就会怜悯那些还没有信的人 他们的结果可怜不可怜 可怜 真的可怜 复活的时候 海要交出其中的死人 从启示录里头我们看见了 对不对 当这样的时候 海都不能把那个死的这个鬼魂埋藏起来 他要交出来 那这样交出来的是什么 复活的他也是灵体 所以他面对虫是不死的 火是不灭的 这样的地狱流黄火湖的时候 是不是就那样永远的在那里头煎熬 嚎叫 是的 那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在努力努力的去做工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困难啊 比起他们所受的那个呢 我们现在的困难不足挂齿了吧 是的 因为我们蒙恩了 我们在耶稣的宝血功劳里面蒙恩了 阿们 我真的体会到 我已经得到了耶稣的永恒的生命 阿们 因为他钉十架宝血功劳是不是救了我 救了我 对救了我 那还没有信的人呢 他们将来要有那样的结果 主啊 因为你知道人会有那样的跟着魔鬼的结果 所以你为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我爱你 付出什么代价都不足挂齿啊 所以动力就体会到耶稣的恩情 动力来源于查考圣经里面 上帝怎样一步一步的带领 让我们学会服侍和侍奉他 阿们 不是平白无故的 而是真的要知道怎么样的才是正确的 服侍侍奉他 阿们 上帝爱世人 不是仅仅嘴上说的 而是真的付了代价的 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的人 我们是领受圣灵的人 耶稣说我教导你们的 你们也要去教导他们 那在教导的过程当中 我们自己是不是首先要体验这话语啊 耶稣教导给我们的时候 他是不是体验了这话语啊 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吃我的肉 我的话是有我的心血在里面 有没有耶稣的心血 耶稣的心血 有 刚才我们肢体带导的时候说 这个空中的飞鸟有窝 湖里有洞 住没有人子 没有枕头的地方 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 没错 圣经里面这么样的告诉我们 上帝为什么要付这么大的代价 来拯救这些罪人呢 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去拯救呢 要听什么样的声音 让自己满足的声音 总是对你有益的 哎呀 你看你一天到晚想着教会 给教会干活 谁都不心疼你 这鬼是不是也会给送这一年 谁都不心疼你 你看就给教会奉献 这个付出 又是这个辛苦这个辛苦那个的 鬼给你送了这个一年 要不要听他的话 不要 所以说当这个上帝 上帝定义要爱人爱到底 愿福音的十三章里头 十三章里头告诉我们 一到二节 十三章的一到二节 找到后 我们一起读 预备 一月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恢复的时候到了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吃晚饭的时候 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 加热人 留大心灵 好了 咱说他有接受欺骗的基础 对不对 有自己意的基础 所以魔鬼把这意思放在他里面的时候 他就扣不出去了 有自己的意的基础 那这个十三章一节告诉我们说 一月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复的时候到了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上帝爱我们 爱到底 要听什么样的声音 耶稣口里的真理 要听耶稣口里的真理 所以耶稣在丁十架之前 也说了很多很多的加强了的律法 恨人就是杀人 这样加强的律法告诉我们 要让我们保守思想保守心 所以圣经里头 尼西米记里头也告诉我们说 你们意念所结的果子 圣经里面这样的告诉我们 提醒我们 让我们接受什么样的思想 接受什么样的话语呢 圣经里面耶稣所说的真理 你们得自由吧 你们饶恕谁的罪 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饶恕了 如同主您免我的债 我也免了人的债 这样的属灵原理 这样反复反复的 通过圣经多出的经文 教导告诉我们 让我们拥有正能量 不是在拥有自己的义 我有多好 我们每个人是都好 拿你自己的优点 跟别人那一对 谁都得灭了 但是不是这样的 圣经里头告诉我们 要听什么样的话 要听自由 要听真理 要听饶恕 要听赦免 并且饶恕了以后去传 继续的传 还不接受 还传 不接受 还传 我又去我婆婆那儿 给她传福音 再去给她传的时候呢 我给她讲耶稣 她就给我讲 属实的故事 我讲耶稣 她就讲属实的故事 我们俩就跟天上一角 地上一角似的 但是我不放弃 她告诉我 她说你说我 明年转五年 我就92岁了 你爸就是92岁走的 就是我公公 就活这么大岁数 没有意思 我说那为什么 不去思想 为什么让活这么大岁数 人生有时死有时 那为什么让活这么大岁数 为什么活这么大岁数 都好好的 身体很健康的 脑子也不糊涂的 在咱家呢 有信耶稣的福分 有这样的福分 在咱家呢 是的 你自己也告诉我 我们脖子上挂着十字架 你那刀口就是十字架 多少次为您祷告 这样的好过来 是不是知道啊 瞪着眼睛看我 给她讲 讲 哎呀 我这蹲下我就起不来了 我现在不敢蹲 我说不管怎么样 只要有呼吸 主就给我们 能够接受耶稣名的这恩典 为什么世上有句话说 孤魂野鬼啊 为什么这么说呀 人是有灵魂的存在 不能否认 是的 那灵魂去哪 信耶稣进天堂 不信耶稣下地狱 就是这个标准 所以从简单的一点点的给她讲 讲 讲完了以后 把圣经朗读的播放器的新约给她放着我走了 所以困难不困难 真的困难 给他们传真的困难 但是我要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 因为这灵魂都是耶稣基督中价保险所买的 只是他不知道 鬼在骗着他 鬼把所有的意念放在他脑子里 他不知道脑子里一盏浆糊 但是当我们去给他们讲 也让他们看我们经历了耶稣 我们是活得多么样的幸福 他也给你挑毛病 他给你挑毛病 挑你那不足 那我就给他说得非常的完美 让他瞪着眼睛说不出来 所以这个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 得到耶稣生命的这样的信心 得到耶稣保血功劳的人 是不是得到耶稣生命了 是的 我们是不是禁礼了 是的 所以这个禁礼的意义很重要 不要把 我是禁礼人的这样的意义 把它因着个人的想法和私欲 把它放一边 禁礼就是儿子 已经是儿子了 儿子天天想怎么让家里头合适 我们家那个桌子缺条腿或者是不平 走在大街上 你是不是都想找块砖头 给家那桌给垫平了 老姐 是 所以我们都是这样的 耶稣种价保血买熟回来的 有这样的爱教会的心智和立场 2018年倒计时了已经是吧 嗯 哎呀觉得这一年太快了 怎么都2018年了呢 觉得那会是197几年 198几年 199几年 200几年 现在2018年 2011几年都快过去了 是的 时间快不快啊 快一点 那我们在上帝面前能够得到纪念的 得自己冠冕奖赏的 跟主那儿 主啊 你看我做这个了 我做那个了 我是顺从你命令去做的 能让上帝满意的事多不多呀 不否定自己 不否定 还有2019年呢 开始努力 所以我们每年的元旦都要通读圣经 为什么通读呢 不再说谁通读过 谁参加过 谁没参加过 圣经是我要读一生一辈子的书 上帝是永恒的生命 这永恒的生命就在这书里面 约翰福音的五章 三十九节 实际上这段经文我们非常的熟悉 但是这熟悉的经文 不能只停留在我们脑子里成为知识 一定要成为听话的动力 三十九节 一拜七 你们查考圣经 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给耶稣做见证的是圣经 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的 连圣经三遍都没读过 那怎么能知道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 怎么能够说 主啊我要传福音 我要成为你的见证人 拿什么见证 是不是踊跃的参加通读圣经啊 是的 有没有时间 有 拿出时间来吧 真的 要吃耶稣的血和肉 吃真理 吃真理怎么能够让自己在真理里面站立得住 站立得稳呢 查考旧约 把他串起来 看一看上帝在儿子里面给我们的恩典有多大 越是这样的人越能够蒙恩 想到自己得到了一丁点的好处 主啊我这都是从你手里得到的呀 耶稣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成长起来 所以你在给别人讲传的时候 是不是讲的传的特别多呀 讲的传的是什么 我所经历的耶稣基督 是 马太写的马太福音 不就是他所经历的耶稣基督吗 马可 他是彼得的徒弟 是不是啊 他是不是也是靠着圣灵经历了耶稣基督写出来的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通过圣灵也经历了耶稣基督 我们每个人都是伟大平行徒指导者 每个人都能传都能讲 怎么传怎么讲 我自己的体验经历告诉我 我经历这话语所得到的 我来到这教会 弟兄姊妹肢体之间怎么样的彼此相爱了 怎么样包容忍耐了 怎么样彼此担当了 要是没有属灵秩序的话 一窝蜂乱抢 谁还担当谁呀 就会埋怨自己 我手不够长 我抢那包子不够圆 抢那袜子是矮药的 是不是啊 是的 是 人不是在属灵秩序里面 无法认识这么伟大的上帝 给我们的恩典 他是通过儿子给的 通过教会给的 通过执分给的 这样一层一层的去认识 也一层一层的去蒙恩 当说真的 这是美人一份啊 那我赶紧把我那份抢过来 那其他的人是怎么想的 也许不够 让他们先拿吧 就退到后面去了 什么样的人上帝看得见 退到后面的人 上帝说 我岂是进出的上帝 不也是远处的上帝吗 当我们从圣经当中这样的去认识这位独一的上帝的话 我们就能够成为退到后面的人 等着你们先拿吧 不够的时候 我看了还不够呢 那天我在悄悄的给买回来 牧师啊你看那天我发现了这个弟兄姊妹拿的时候还有点不够 我又给买了点 你看再发给那些没有的弟兄姊妹吧 这上帝喜悦不喜悦 这属灵秩序遵守的好不好 非常好 所以在点点滴滴当中都能够体现出来是儿子 听了话听懂话的儿子 在人的想法立场上都是想找好的 就是像前段时间跟大家说 来了的弟兄姊妹先紧着里头坐 先往后坐 让后来的坐在外头 他们也省得 就是说在进了以后再往那个鸡脚杆篮里头走 哎弟兄姊妹就非常好 先来的都就往后头坐 也互相提醒 咱先坐后的来吧 实际上这就是最简单的秩序 在上帝的国是最有秩序的地方 那有的人就会说 哎呀我在上班的时候 已经这一周的时间受我们领导咔嚓了 咔嚓一周了 住日的时候本来想放松放松 那怎么着还让我在这儿守那规矩 比这个单位的规矩还延 我真的不想来了都 是不是上当了 上当了 听了哪儿的声音了 听了鬼欺骗的声音了 是不是 肉体得合适 肉体得舒服 但是真的愿意听灵魂的话的话 就是讲台怎么说了 牧师讲道里头怎么说了 牧师讲道 哎牧师你是不是又知道我那点事 你来说我呢 灵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讲道的时候 不管是知识水平高的 还是知识水平不高的 他的灵都听得懂属灵的话 阿们 耶稣所呼召的门徒们 打鱼的 是不是 税吏 就是全是人看得不上的那些人 对吧 但是正是这些人 人家看不上我 我更加努力努力 让耶稣看得上我 阿们 实际上真的把自己的骄傲 自意挪去的时候 就是主啊 我一定要让你满意 我的信仰生活成功 就在于让你满意 那怎么叫让主满意呢 天天想 教会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是不是责任感跟使命感 就从这出来了 生发出来了 有的人说 哎牧师你安排我呀 你安排我呀 我知道你能干什么呀 也许我真的哪天给你安排了 你就说牧师啊 你知不为难我吗 我就这块不足 要踊跃的起来做 踊跃的起来做 上帝已经把通过儿子 讲给我们这永生的生命之道 生命之道 我们是不是要得到永生的生命 是的 要得到永生的生命 就努力的听 努力的做 努力的听 努力的做 有的时候我是会去安排 但是呢 自己心里头有抵挡的时候 牧师啊 我这干不了 我干那个得了 你也挑我 挑我还安排什么呀 所以要知道怎么样爱教会 怎么样才是正确的爱教会 爱教会就是爱我的灵魂了 跟我一起说 我的灵魂呢 你要学会爱教会 我的灵魂呢 你要学会爱教会 我的灵魂啊 你要学会爱教会 爱教会就是爱我的灵魂了 爱教会就是爱我的灵魂了 我说我的灵魂 我要爱教会 大家说我爱我的灵魂 我的灵魂啊 我要爱教会 我爱我的灵魂 我爱我的灵魂 我要爱教会 对 我爱我的灵魂 就是我爱教会 我要学会爱教会 要开始有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所以明年我们的讲道主题 是我的灵魂你要蒙恩 虽然没有跟着我们母教会 归道的这个主题讲 但是蒙恩才自己的生命 成长起来的基础 如果没有蒙恩的心 无法去做属灵的事 做不了属灵的事 也无法得到这属灵的生命 愿主祝福大家 能够得到这永生生命之道 听耶稣的声音 并且顺从耶稣的话 爱自己的教会 就是爱自己的灵魂 得到这永生生命的道 感谢耶稣 好我们做结束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您 感谢您把这宝贝的话语赐福给我们 让我们听了耶稣的话 就得到真理里面的自由 让我们听了这话 就有顺从的能力 给我们这样的能力 给我们这样的顺从 给我们这样的福分吧 因为我们要听耶稣的声音 不要像犹大一样的 以自己的义把耶稣卖了 后悔的时候已经晚了 虽然晚了 还是按着自己的义自杀了 主耶稣啊 我们真的是靠着圣灵 才能过得胜的享生活 求主帮助我们吧 圣灵在圣经里面帮助我们 来见证耶稣基督自己 您自己荣耀的生命 我们都是有耶稣保血功劳的人 我们吃耶稣的血和肉 就求主在我们里面做工 让我们看着圣灵得胜 过得胜有余的享生活 感谢耶稣与我们同在 祷告耶稣的名求 阿们